各位來這邊生蠔 生蠔我跟你講 這生蠔哇塞 還低一隻耶 而且你看還抖動 真是太不可惜耶 還有啊這個生蠔 這個生蠔級的干貝也超大顆的喔 請小姐姐幫我們夾一下 哇塞 這個應該是應該有2S等級了吧 好不好 然後重點就是這個生蠔啊 看到沒有 哇塞 男人今天晚上要補一下就靠這邊了 好不好 來這邊用餐 千萬不要錯過 龍蝦生蠔 跟生蠔級干貝 那你知道吧 這個就是六福萬宜酒店的龍蝦 錦繡龍蝦 不是波士頓龍蝦喔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的話是 六福萬宜酒店的續日餐廳 那我們今天先帶他看一下他餐台有什麼菜色喔 這邊主廚現切肉台 目前的話是午餐時段啊 那今天看到的是 爐烤羊胸排 我剛剛有看過他這個 非常的厚切而且是帶骨的 跟一般我們看到的羊排是不太一樣 那這邊這個的話是 爐烤樂眼牛 我們稍後的話會在影片中做介紹跟大家分享 那當然這邊的話呢 也有多款的醬汁可以選擇了 昆布鹽上次推薦大家 如果你要吃肉類的話 使用他們的昆布鹽啊 超讚 尤其是那個沾肉的話 吃會超好吃 師傅這個是昆布鹽是嗎 對對對就這個昆布鹽 所以下次來的時候記得 站在肉上 保證美味加倍 那帶來六福萬宜的重頭戲呢 就是這個龍蝦吃到飽了 那麼這邊龍蝦的話呢 總共有分為是 青蒸跟麻辣小龍蝦的口味 然後這邊的話是要用頭夾子 就可以上到桌子上 剛剛有測試了一下喔 這個夾子丟上來其實 很快龍蝦要送到桌子上了 那至於龍蝦的口感呢 稍後再跟大家做分享 那這邊餐台的菜色 帶大家看看囉 現在來到這邊的話 應該就是 它的一個快炒麵食區喔 就是蘋果快炒 你可以選擇你要的肉跟蔬菜 然後交給師傅他就會幫你炒好 然後再做取用 熟食區呢 今天午餐的話有青草食蔬 季節食蔬 還有高麗扇 還有這個應該是角白筍跟玉米吧 還不錯 那當然來這邊的 經典遊蜂功夫鴨腿 也是來六福萬宜必吃的一個菜色喔 這個的話是 義式紅酒燉牛肉 義式燉飯 師傅這個是什麼 通心麵 好 義式的通心麵 然後這邊的話也有一個 生燙牛肉湯 這個應該不用多介紹 但應該都很清楚了 然後 真台區呢 今天有蓄蟹跟花蟹吧 那個是花蟹吧 對 他這邊是用熱蒸的喔 所以還蠻不錯的 另外這邊呢 就是茶碗蒸啊 來看一下這個龍蝦吃到飽的口感 這個的話 今天提供的話是清蒸的啦 這位小姐 你覺得這個龍蝦吃起來口感怎麼樣 非常靈魂的喔 我覺得這邊真的差半好處 所以不會像有的飯店那個是太老 或是之前 不會完全不會 你看 這個清蒸的話是什麼口味的呢 它沒有任何調味 它就是一個乾淨的 就只是清蒸的 新鮮的龍蝦味 所以你如果下次再來的話 你有機會你會再過來 會很好吃 真的你看 你看這個嫩度 哇賽 各位看一下 這龍蝦肉真的還不錯 輕輕的輕而易舉 就把它剝起來 你看一下 哇而且還熱騰騰的喔 好的 那我們就先去看一下其他餐台有什麼菜色喔 這邊的話 就是一些他們自己六福萬宜酒店的 烘焙房自己做蛋糕 其實品質都還不錯 今天大概是有六款 這個應該是比士奇吧 看一下這個應該是蔓越莓口味的 然後當然來六福萬宜酒店 敘日餐廳 壁製的就是這個烈日鬆餅 烈日鬆餅 目前師傅現在正在烤製中 這個也是來這邊壁製的一個甜點 那麼旁邊的話這邊就是佐料啦 先前來這邊的時候 讓人家購明是甜點不夠 但今天看起來還蠻精緻的喔 今天大概總共有六到七款的甜點 那有的他會擺在檯面上 紫色的馬卡龍 紫色的馬卡龍 然後廚倉裡面的話 這應該就是請師傅拿的啦 這個是飯熟巧克力 迷你水果塔 果薑千層 布朗尼 還有剛剛看到的啊 黑醋利馬卡龍 是不是很特別 那另外這個就是黑森林 黑森林 今天水果的話 有四種的水果 葡萄柚、鳳梨、西瓜跟火龍果 這邊的話也是要再跟師傅們拿取 拿取就可以了 蛋糕他有放在檯面上 我看一下 這個是布朗尼 然後這個是水果塔 師傅問一下 上面這個層架是我們自己拿就可以了嗎 可以我們在搬檔 層架上的話也可以 可以我們自己拿嘛 OKOK 謝謝 好好謝謝 那麼來這邊用過菜 應該就知道這個冰淇淋呢 阿根大使的冰淇淋 也是要請服務人員拿取 這邊的話 帶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話是 麒麟巧酥 還有藍莓巧克力跟香草 這四種口味 那麼這邊的 冷菜 冷盤沙拉區的部分呢 原本是用自己手夾的 那現在因為防疫期間啦 所以他就改成一份一份的 你拿了就可以走囉 這個的話是 煙心鮭魚 綜合冷肉盤 那麼我們還是要回應一下 之前網友建議 拍攝的時候不要理食物太近 其實我們已經把它用 有相當的距離 然後 用那個拉鏡 把鏡頭拉近的方式去做拍攝 所以這一點請大家不用擔心 那麼大家的建議呢 我們也是陸續的在改善當中啦 那麼就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囉 這個的話是 這個菜牌不見了 這也不知道是什麼 好像是什麼生牛肉的吧 感覺好像還蠻精緻的 那麼這個的話就是 綜合起司盤 這一片一片這樣看起來真的是還蠻精緻的 這個是番茄莫渣拉瑞起司 那麼接下來呢 有沒有 這是這一區 接下來看到這個呢 就是 泰式香茅海鮮 泰式香茅海鮮 日式小菜 應該是雲耳啦 雲耳還是木耳 然後呢 煙燻鴨胸柑橘沙拉 涼拌海哲絲 這個的話是優格水果沙拉 接下來這邊就是日式料理區啦 這邊跟金淮一樣有使用 那個什麼自動吹風手套啦 所以還是提醒一下各位來這邊用餐啊 記得要戴手套才能夠取餐喔 那來這邊重點就是吃龍蝦干貝 生食級干貝還有生蠔啦 這個的話要是我應該不會想吃 再來是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花壽司 黑豆 然後醋漬蓮藕 然後這就是日式的涼拌菜 來這邊重頭戲有沒有 就是這邊現點現切的生魚片去啦 看到沒有 生食級番禮貝 一個人只能拿兩顆 是不是我要拿干貝 你要拿什麼 像內嗎 對 干貝的話一人是只有兩顆啦 然後檯面上的生魚片 今天有紅肝 其餘 鮭魚 還有鮪魚 還有鮪魚 看一下這干貝 還滿大顆的喔 那一次只有拿兩顆 你可以無限拿去 生魚片的話就是你要的話 是不是會夾給你 夾給你不是自己夾的 要自己留意一下 這邊則是生菜沙拉區 它都已經一盆 一個一個裝好 然後各位只要自己取用就可以了 好啦 後來呢 我們找到我們的那個 生蒙海鮮區 生蒙海鮮區 這個是 扇貝 扇貝 蛋菜 還有各位的生蠔 今天也是有公益生蠔的 平日的午餐 哇 這生蠔 等一下來拿個兩顆試看看好了 然後這個就是熟白蝦 瓜子 各位來看一下這個生死級的干貝 生死級的干貝 然後 這個的話就是生蠔啦 還是帶大家看一下 哇塞這生蠔 肉質飽滿 而且我剛剛跟你講 吃的時候完全沒有腥味 嗯超好吃的 對對對 那我們剛剛訪問這位小姐 她居然還在吃龍蝦 哇塞 因為太好吃了 然後她的那個龍蝦外面把費吃不到 那個麻辣龍蝦你覺得吃起來怎麼樣呢 麻辣龍蝦我比較不喜歡 因為有辣到我 喔妳說她比較偏辣一點點是不是 對 OK反正來我們就吃這個 然後生死級干貝 一次只能拿兩顆 請不要為難師傅 OK 好啦 然後這個話就吃了 看到沒有 這個沒有來個十顆八顆還是二十顆怎麼可以 超正點 對不對 妳願意幫我們試一下生蠔 新不新鮮 然後 有沒有新味嗎 好 我們請小姐姐 因為她不方便入鏡啦 我們請她幫我們試一下 怎麼樣 好吃耶 好吃而且沒有新味嗎 沒有新味非常新鮮 而且聽說妳剛剛都沒有沾醬對不對 沒有沒有真的非常新鮮 真的很好吃 來來來來男生朋友趕快 好不好 晚上女朋友沒有幸福就靠妳 哇賽一口吞耶 嗯 沒有腥味真的很好吃 我們謝謝這位美麗的小姐姐 有情的友情為我們試吃生蠔跟龍蝦 然後順便一提喔 這邊的話是要戴手套取餐的 有些餐點的話是餐台的師傅會拿給妳 那這邊還有一些針餃跟香菇包 因為一起行間我們就不要太靠近它 好的 那麼接下來來到是湯品區 一樣帶大家看一下菜名就好 我們就不打開了 今天有牛肝菌野菇濃湯 主廚精選湯品 這每日立湯啦 他可能不太一樣 但今天感覺還不錯 好像是雞湯的樣子 然後紅豆薏仁湯 然後接下來這邊熟食區的話 原本這一區是披薩區 然後他現在已經改 好像已經改掉沒有看見披薩了 一個鐵板料理區的話 這邊有簡單的一個印度料理 這個是坦都里雞肉 淡菜 這乾煎天池紅蝦 因為今天人數不多所以 不用搶 餐台上隨時保持油的狀態 那麼這個是坦都里的豬肉 那另外這邊就是日式炸五區 這個是炸名蝦 看一下那個名蝦 感覺超級大的 口感應該也不錯 那這個的話就是炸牡蠣 居然有炸牡蠣 我剛剛以為這個是什麼東西 它是炸牡蠣 這邊的話是河豐炸食蔬 河豐炸食蔬 那目前的披薩區已經沒有在供應了 看一下這就是青春的龍蝦 雖然尺寸不大 我把它翻過來一下 這個其實不是波士頓龍蝦 之前有人來詢問 看一下這應該就是 他們所說的錦繡龍蝦 錦繡龍蝦 所以肉質跟波士頓龍蝦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真的是 肉質會比波士頓龍蝦來的好 還有這邊的生燙牛湯也不錯 就是夾個一兩片之後 牛骨高湯 淋在飯上下 然後加一點薑 提個胃跟紅花 超正點的 建議各位如果要吃生食的東西 就比如說干貝或者是生蠔的話 建議先喝個熱湯 暖暖胃 好不好 不然的話腸胃可能會受不了 這樣我們的牛湯就完成囉 剛剛忘記介紹這邊飲料區 這邊是有罐裝的瓶裝飲料 那自取區的話呢 今天有 這個是可爾比斯 新鮮西瓜汁 柳橙汁 還有這個莓果茶 這個莓果茶酸酸甜甜的 個人覺得還蠻好吃的 對不起對不起 是蠻好喝的 那這邊茶包的話總共有六種 它是用那個 還蠻知名的茶廠所做的一個茶包 中式西式都有 那麼這邊就是咖啡雞啦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六福萬宜酒店去日餐廳的 完整分享啦 那麼下一次的話 我們會答案開市場呢 重新開放內用之後有沒有什麼特色 來六福萬宜酒店啊 除了一般的 這位小姐在吃的清蒸龍蝦之外啊 這邊還有麻辣小龍蝦的選項 可以做選擇 再說一下你覺得口味怎麼樣呢 超好吃的 我覺得很值得 超嫩的 好我們謝謝這位小姐的分享 我們來繼續看下一區 我們來繼續看下一區